房市關鍵字 今天來看看宜蘭 宜蘭跟雙北市很靠近 交通也方便 所以近年來很多雙北市的民眾 紛紛會到宜蘭買度假宅 遠離市中心 享有更多的自然風光 主打溫泉小宅的一個賣點 更是讓人心動 不過近期面臨央行升息 增加空屋持有的成本 保持性備受挑戰 另一方面 還有業者看著這股商機 引進新型態的售後回租的模式 同樣吸引許多買家的目光 回家若能擁有度假的感覺 相信是許多民眾的夢想 不論是海景宅 溫泉宅 或是山中別墅 都讓民眾相當嚮往 度假宅不外乎 就是它遠離比較遠離市中心 享有一些自然環境的一些風光 作用得天獨厚的自然環境 雪碎通車之後 宜蘭往來台北的車程大幅降低 每到假日遊客落意不絕 雙北民眾的後花園 不是浪得虛名 由於宜蘭平均每平單價 不到北市的一半 算盤打得精的買房客 決定出手在宜蘭置產 以佔比來說的話 大概自助跟投資比大概 目前大概是在8比2啦 但還是以自助為主 大多數的民眾在假日 席家貸券前往度假宅 放鬆心情 但另一方面也有民眾 將物件出租賺取利潤 看準宜蘭的吸引力 有業者推出新型商業模式 我們這鄉下最主要都是賣給都市人 這些都市人 購入了資產之後 我幫他申請合法的民宿 我幫他帶經營 所謂的售後回租 在西方國家是常見的一種籌資模式 簡單來講就是將自製 或是外購的資產出售 然後再向買方租回使用 你買我的房子 我就固定了4%回租 那4%回租就是可以變成 你每個除以12個月 就是你會有每個月的住金的收益 那另外送你20天回來家住 你是主人 你回來家住當然不用錢 對不對 那20天剛開始你一定不太夠用 可是後面你就越來越覺得會剩下 剩下的時候 你可能可以為我把他賣掉 或是你找到你朋友 看在你找 管家找 對於業者來說 在保留資產使用權的前提之下 獲得所需要的資金 可以不用背負龐大壓力 對於投資人也就是買家來說 同樣有利可圖 正好 我們買的還是我們第一次入住這間房間 是嗎 那祝你們度假愉快 OK 好 我們開始度假囉 第一個是不用付管理費 所以不用維護 然後其實又有租金可以收 然後其實又有充足的時間可以來度假 其實我現在感覺是比來買一個單純度假宅要好太多了 我是從2006開始做 到現在大概有十幾年 那我賣出去的棟數高達七七八十棟的Vila 其實只要越高單價的它越不會轉手 我的房子大概有1000多 2000多 3000多 只要上了2000以上幾乎是不會轉手 一邊是壯闊的東山河 一邊是療癒的太平洋 美景盡收眼底 但民眾也擔心過往曾有海邊度假宅 隨著時間過去 某些區域可能出現不適合居住的情況 年久失修 對此建商也做出調整 那那個很簡單 那就是嚴害的問題 嚴害那所以你就大量用的混泥土 玻璃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雖然業者初心招 但也有民眾不想要居住天樹受到限制 因此選擇傳統度假宅 這是我們郊溪最受歡迎的那個溫泉小宅 挑高樓中樓設計這樣的物件 在宜蘭郊溪相當常見 北台灣冬天時時冷冷 隨時來泡溫泉暖暖身 絕對是一大享受 哇 好大喔 對 因為這個浴室 比一般的浴室要大很多 為什麼呢 因為這邊我們主要是來這邊泡溫泉 而且宜蘭廉價期間 一碗雙人房民宿的基本價格 少說也要4到5000元以上 若以一個月住4個週末 總共8個晚上來計算 要負擔的住宿開銷大約4萬元 而購買一間總價1500萬的物件 當作度假宅 以2%房貸利率3成自備款 以及30年期本席均貪席房貸計算下 每個月需要負擔的房貸金額落在3.8萬元左右 基本上都是台北市新北市那邊 台北為主了 差不多在8層左右 他們來這邊度假或是養老 他們的比例差不多在一半一半左右 對於都市人來說 雖然在郊區擁有度假宅聽起來誘人 不過下手前也要想清楚 畢竟度假宅也存在著不少缺點和風險 舉例來說海景宅或是溫泉宅 就面臨家電和相關管線 害換率高的問題 過去也曾發生度假宅 因為缺乏後續規劃 管理不夠先進 最後變為廢墟 度假宅的部分確實因為 必須相對比較偏遠 所以它的保值性 不像在市中心這麼的穩定 由於度假宅多半遠離市區 房仲也提醒可能會影響保值程度 民眾日後想脫手 恐怕也會面臨挑戰 民眾日後想脫手 金色後想脫手 選擇 盡情 表現 同場 無敗 旋